2013年,广西南宁,中山路夜市,此时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,不久后,九叔出现了,对着一个商贩破口大骂,搬走,明天不要再来这里了。 小贩知道九叔的厉害,所以尝试着讲道理,说自己已经交了房租,可九叔不管这一套,在夜市他说了算,明天必须搬走。 其实旁边还有两个穿制服的城管,可他们并未发话,好像认可九叔的决定。 闹到这一步,小贩也无奈了,最后答应明天搬走。 几分钟后,九叔也冷静下来了,又好言相劝,让小贩办好证件重新开张。 这一幕在夜市经常上演,每次都是九叔和小贩们争吵,看似凶神恶煞,甚至脏话不断,可九叔也有苦衷。 他是夜市的管理员,必须遵守规章制度,不然整条街都乱套了。 很明显,九叔粗犷的外表下,有一颗温柔的心。 现在夜市的规模大了,什么人都会有,所以九叔每天巡逻。 碰见不按规矩办事的小贩,九叔毫不手软,有时会强行夺走小姑娘的花朵,或者驱赶卖唱的吉他手。 整个人凶神恶煞,根本不留情面。 这一幕让部分游客反感,感觉九叔就是地痞流氓,可小贩们却习以为常。 三十年前,中山路根本算不上夜市,只有寥寥几个流动摊贩,可打架兜欧事件却时常发生。 那时候乱象频发,让周围摊贩吃尽了苦头。 机缘巧合下,九叔成了这条街的管理员。 面对打架的欧事件,九叔就一个办法,以暴制暴。 你们狠,我比你们更狠。 九叔坐过牢,还学过功夫,最后活生生用拳头打退了小混混。 治安好了,夜市也得到发展。 经过六七年的时间,中山路才有了夜市的雏形。 所以小贩们对九叔敬畏有加,也都认可九叔的管理。 随着规模越来越大,上级也开始重视中山路,于是就派人过来管理,准备打造成美食一条街。 可小贩们根本不配合,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。 上级终于认清现实,只有九叔能镇住他们,所以才聘请九叔成为夜市的管理员。 没有编制,没有福利,最开始的工资每月一百八十块,没想到,这一干就是三十年。 小贩们只服九叔,他的命令比谁都好使,即便知道九叔只是个临时工,可没人挑战九叔的权威,都乖乖听从管理。 这一幕让上级自嘲,说九叔就是夜市的市长,可这条街也不好管理,其中收钱就是个大问题。 每次只有九叔出面才能顺利收缴,否则小贩们全都查可打混,不是拖延就是枯穷,反正就是不交。 对付这种人,九叔有办法,直接来硬的,不交,那就卷铺盖滚蛋。 时间久了,大家也认可九叔,每次九叔上门就乖乖交钱。 其实,不仅收钱难,对小贩的管理也不容易,如今夜市的规模大了,小贩的声音也愈发红火,所以他们就会钻空子,在门口多摆几把椅子揽克,看似不起眼,可九叔发现后就会及时制止。 在九叔的认知里,如果你越接一点,他越接一点,那整个夜市就乱套了,所以他必须每天巡逻,给这些小贩订规矩。 不过九叔也不死吧,如果游客实在太多,他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甚至会自动帮忙。 可事后还要整改,毕竟规矩不能乱。 这不,九叔碰到一个小贩不守规矩,整个人顿时火了,站在大街上破口大骂,丝毫不留情面。 店家自知理亏,只能乖乖返回原位。 九叔那么凶也是有原因的,最近赶上卫生大检查,如果被城管抓住,一笔罚款是少不了的,所以九叔只能严格检查,自己骂一顿总不用罚款了。 虽然九叔很凶,甚至不讲道理,可每天下班后,小贩们都会找九叔喝酒聊天。 其实他们也知道,九叔心眼不坏,是为他们好,所以会投桃报李,请九叔吃饭喝酒,算是表达一下谢意。 隔天,九叔又恢复成铁面无色的管理员,从街头到街尾,一遍遍巡逻,一遍遍检查,丝毫不懈怠。 现在九叔七十多了,每天下班后都会感觉很累,没办法,这些事只能情理亲为。 以前还有几个临时工跟着干,可几年下来都走光了。 其实九叔对他们还算不错,帮忙申请加班费,或者多休息一天,总之事事想着他们。 可下属犯错,九叔也不留情面,曾经有人迟到早退,被九叔骂了个狗血喷头,想干就干,不想干就滚,老子不缺这点人。 也许是因为九叔的臭脾气,或者工资太低,这几年又变成九叔一个人管理,唯一还跟着干的就是老婆。 白天洗衣做饭,晚上陪着九叔巡逻,算是九叔最后一个兵了。 九叔也知道老婆不容易,所以在生活中总会表现出温柔的一面。 他还对子女说过,百年之后,如果他们夫妻俩都不在了,那就埋在一起合葬,反正到死都不能分开。 其实九叔的一生真的很惨,八岁时,父亲因病去世,随后母亲改嫁,彻底不管他了。 从那时起,九叔就一个人流浪,为了填饱肚子吃过垃圾,还捡过别人不要的剩饭,总之能填饱肚子就行,就这样熬过几年。 后来,九叔因为挖煤进了监狱,洗满释放后,上级开口,让九叔赶快回家吧。 可九叔不愿走,他没有家,出去还是流浪,与其这样还不如待在监狱,这些年总算熬过来了。 如今这个职位虽然挣得不多,但九叔已经知足。 晚上,繁华的夜市又开始了,游客人来人往,很是热闹,而小贩虽然忙碌,但也赚得盆满钵满。 姬姐就是其中一员,每月赚个几万块,轻轻松松。 如今她已经身价百万,车房早已不是问题,可姬姐不敢高调,在这条街的都是大佬。 别看小贩们穿得破破烂烂,可几乎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。 姬姐也是这几年才缓过来,以前沉迷赌博,输掉二百八十多万,几乎倾家荡产。 当初每个人都说姬姐完了,一辈子都不可能再翻身。 可靠着夜市摆摊,短短几年里就还清了贷款,现在还买了新房。 老六也是这样,和老婆一起卖烤鱼,靠着辛苦打拼,供应儿子上了大学,还读了研究生。 如今日子红红火火,可老六还是担忧。 中山路太老了,面临拆迁的风险,周围的一些老房子已经拆除,下一步很有可能轮到夜市。 不仅老六担心,其他人也同样忧虑,大家都是流动摊贩,一旦夜市没了,他们也跟着下岗。 其实九叔也有这种担心,虽然嘴上一直说着,柴酒柴吧,反正我也老了。 可几十年的感情,他实在放不下夜市,放不下这群小商小贩。 同时,九叔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,在中山路建一个旅游地标,这样夜市就能一直保留, 成为当地的特色旅游地点。 上集虽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,但也向九叔承诺,只要夜市一天不拆除,那他就是一天的市长。 九叔这部纪录片没有旁白,更没有什么电影美学,就是简单直接,一进到底。 九叔掌管夜市三十年的江湖人生,这个满嘴脏话的小人物,每天喝酒的小人物, 却是最真实的生活,最真实的自己。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得潇洒一点,或者像九叔一样, 可最终都沦为生活的努力。 因为九叔就是我们想成为的那类人, 一辈子活在一条街上, 却见过比销声客救赎还精彩的大场面。